这是一套不一样的书 在行走中抵达文学的第一现场 第一次行走是走南水北调 第二次就走长江 从无松口一路走到可可西里 动机阅读的奥秘 让每一页书成为孩子的成长基石 阅读就是告诉你有一个光明大道 有一个坦途 那么如果你不阅读 对不起 你可能要走完路甚至倒退 本期读书邀请作家刘兴隆 在这个夏天和你一起打开一本书 乘凉 今天我们就把刘兴隆老师请到了我们的演播室 刘老师您好 我不知道您的这种文学创作 它这个源泉 是否是也是跟这个阅读是相关的 对作家来讲 阅读是一个很重要的准备过程 我的阅读 50年代出品的那一批书 《青春之歌》 这个《野火春风渡谷城》 《灵海雪园》等等这一系列作品 有没有影响过您的这种作家作品 我认为他这种都对我有影响 以前有些作品的影响影响形象 我之前还记得 比如说 比如说《野火春风渡谷城》 里面《金环灵环》 《灵海雪园》 《少剑波波》 《白云》 这些细节都还在脑海里面浮现着 我觉得最大的影响 其实《苏联维国战争》 这一批作品 已经具有勇敢的那些中卫们 文艺我觉得最好的功能是前一幕画 要关键是它的细微之处 慢慢地前一幕画地影响你 这种文学反而任务无声 那是最好的 如果说一个作家作品 只是影响到你的写作 那我就那是一种肤浅的 一个作品能够影响到一个 影响到一个人的为人 它对它的灵魂产生震撼 这个作品一定是《苏联维国战争》的作品 做爸爸妈妈的 爷爷奶奶的 在孩子的培养孩子阅读习惯方面 可以做些什么事 对一个家庭来讲 父母的阅读是最重要的 因为父母经常阅读人 孩子也会自然而言不喜欢 而云莫远 阅读中 告诉你有一个光明大道 有一个坦途 有一个比较好 甚至是比较好走的路 那么如果你不阅读 对不起 你可能要走完路 甚至倒退 甚至软件踏步 对人生来讲太可惜了 刘老师 其实我注意到啊 您除了写这个长篇小说之外 最近还出了一套书 就是刘醒龙《地理笔记》 这一套书呢 它是为中学生写的 这套书的缘起 其实也是要无心插量 我这个有个毛病 我恐高 就害怕坐飞机 所以有一点 国外有一点 我去不了 国外去不了 我国内多跑一跑 我走到很多地方 走到很多地方 看着一样 哎呀 这个地方值得写一下 我就写了 慢慢写一写多了 就是这套书 确实它很有 有很多知识 这种现场的感受 刘醒龙《地理笔记》 是他写给孩子们的 《纪实散文集》 本书一共收录了 99篇文章 记录了他一次一次的行走 譬如 用40多天时间 从无松口 一直走到脱脱河 所写的《上上长江》 用20多天的时间 搭乘渔船 飘在南海之上 所写的《天天南海》 用半个月的时间 走通南水北调工程全线 以及足迹所到之处 所写下的《卖卖相邦》 在他的笔下 长江 南海 故乡的山水 交织成一幅流动的画卷 启发着孩子们 既读万卷书 也行万里路 以亲身地抵达 去发现自然万物 真正的品格和灵性 那是在国内 真的是走了相当多的地方 我走了很多地方 最北的地方 去的那个松花江边上 最西的 去了那个新疆的夏尔西林 那是真的非常美 最南的地方 我去了山沙 南海上的山沙 去了两次 三次 边走边写的好处是 无需提前为写什么操心 整个人很放松 直到打开电脑了 也还是这种随遇而安的心态 这样的行走 根本不知道前方会遇见什么 看到什么 我欣赏阿斯塔菲耶夫的 渔王那样的行走 唯有那样 行走才是一个大词 只有怀着大词行走 才能在河县突然遇上项羽 在江津突然遇上陈独秀 在去马来县的通天河畔 突然遇上狼 在玉树遇上一群藏族作家 又在玉珠峰雪山下 遇上一群来自西宁和德令哈的诗人 能将一条江走透 将浩如烟海的江面 走成美人秀墓一样的极小水帮 还能够不时地 与古往今来的人事 撞个满怀 至今想来仍觉得难以置信 最重要的两次行走 第一次行走是走南水北调 第二次就走长江 从吴松口一路走到柯克西里 走到源头去了 对 然后去了两趟南海 第二次去的时候 是和一支考古队 水下考古队 坐着渔船 老百姓打渔的 五百多人在那种渔船上坐 也是奇妙无比 天天在那里起坐 那还好玩得很 很多笑话 很多笑话 有意味也跟着很惊险 就是赶上了 基本上准台风 风很大 暴雨 船上在二层 一里那个暴雨 扑打扑打 然后从门缝里进来之后 后面冰凉冰凉 还没注意到以后是穿 后来怎么老又水一下 灯下打开一看 那是外面这些船舱 用水的爆肠 都淹了 查起来 开灯一看 床前的地板上 有水在荡漾 一个波次接一个波次 很有规律的动静 宛如惊涛拍岸的小小海洋 灌走南海的渔船 也就我们这间舱室 既不敌晚来风急 也没有挡住凌晨好雨 接下来可是苦了年轻同行 硬是拿起自己吃饭的碗 一下一下摇起地上的水 倒进塑料桶里 袋装满了 再拎过栏杆 还给南海 这种现场的感受 现场感受 他这种写作 你没办法思考 都是直觉 完全凭直觉性 写给了青少年 对 写给了青少年 最近 有意味 他有个岛叫全复岛 岛上是明年岛 海拔不到一米 有可能是富 反正就潮水 是大潮水是把它全复淹的 大概有一百多年了 它还在不断地生长 不断地长 那么我们头天去 那个全复岛的时候 那个岛上就是沙滩 第二天早上再上去 那岛上养出一棵草 很神奇 也许我们建的这个草 就是未来 这个岛上的一片小森林 最早的 初心 初心 但也可能 一个大潮水 就把它 因为从海里去 它没活下来 反正 头领没有 第二天长得不起来 很神奇 那您就感知到那种 人类从海洋里面起来 人类慢慢起来 是吧 就是世界外面 从海洋慢慢地 进化到路级上来 所以您行走 一路行走 路上的所见 所闻 所思所想 就写成这样的 流行龙地理笔记 对 所以把最热辣滚烫的 生命直觉 感受 跟孩子们分享 对 好的 谢谢刘老师 跟我们分享了 这么多您的创作感受 谢谢 谢谢李潘 谢谢观众朋友 谢谢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